啊哈哈哈 大家好我是祥林 歡迎繼續回來我的下季戀財沒有錯 上一集我們就知道了只要有一個啤酒瓶 不單單可以讓我們好好的享受對不對 我們還可以戀財 這個東西呢其實沒辦法裝這邊的水了 甚至其實我也試過了 這個東西如果打開來的話他也沒有辦法裝了 然後大家可以看從這個角度 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這個瓶子裡面果然是 好像還留有一些水在裡面的樣子可是我反正也喝不了了 不過呢沒有關係啦他只是拿來這個測試一下能不能裝而已 所以我們先把他擺著吧 上一集的戀財對不對戀財之後呢大家的腦筋都動得非常快喔 我看了一下喔大家說 我可以呢把這個對不對就是那個我只要的複製單據對不對然後在那個 再丟給老闆的話呢那不是就可以賺更多更快了嗎 呃其實我試過了但是失敗了不知道為什麼 那也許我等一下呢可以再過去試一下喔 那當然另外就是說大家一直一直一直有在說的就是說這個遊戲裡面有槍喔但其實 很多人好像把他當作是這個遊戲本體添加的東西喔但其實不是啦 他就是模組裡面的東西喔 至少我我以前很久以前就說過了吧 我不喜歡說在這個遊戲裡面使用槍 因為這個遊戲我個人感覺啊如果你要把人給弄死要搞死他們 應該是使用類似遊戲裡面的bug啊等等之類的東西喔 直接一槍把它這樣打下去好像也不太好對不對而且 再加上最近美國又有一大堆的那個 也不是一大堆的就就有一些 我想說槍去哪裡了 美國最近又有一些對不對就是 誰啊誰誰誰啊然後持槍然後莫名其妙就去掃射 感覺實際有點敏感對不對還是暫時先不要使用那個槍好了 當然大家也剛剛看了我扣下板機沒有任何的子彈發射因為我現在呢還沒有買任何的子彈喔 要買子彈的話也是可以啊商店老闆那邊就有了只是 只是希望大家呢可以知道說 至少這個模組啊 他並不是那個遊戲裡面本體添加的啦 我在想說也許作者本人也有可能想說這個遊戲裡面如果加了槍的話感覺也就怪怪的 當然還不知道也許未來他真的會在遊戲本體裡面添加誰知道呢對不對 現在晚上有點晚了我就喝杯咖啡吧對 然後再啊一杯這樣子 等著明天早上可以喝 這個咖啡我到底已經弄了多久了 當然也有人知道說這個什麼 就是那個回收機啊對不對他其實呢 那其實除了說你你可以回收酒瓶之外 你把整那個整個那個 箱子就是那個啤酒 喝完之後他會留下一個空的箱子嗎 那一個箱子呢如果啊 拿去做回收的話也可以得到很多的錢可是 因為我現在身邊並沒有空的這個酒的啤酒箱喔所以 我就沒有打算要把他那麼做了然後你喝一大堆又容易這個搞得頭暈腦脹了對不對 好像也不太好那我們就直接呢複製一個這個東西 我們要再一次的去練柴了 當然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話呢我們還是先把他給抓著吧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 我再說一次這個東西是模組裡面的喔並不是遊戲本體裡的 所以我看一下 這邊的話呢目前是來到了13度了吧他應該是度 的那個單位喔我們出來這邊看一下好了有沒有 沒有沒有任何東西真是太好了 然後 其實 後面我想了一下我們自己組裝的車 我一直在說我其實很不喜歡開嘛對不對當然到現在我還是不太喜歡開就是了 畢竟 有的時候他遊戲只要一更新 我再說一次就是他遊戲只要一更新 我那個自己組裝的車子車上的零件可能就會這個 跑來跑去的 所以說我又得重新組裝之類的有點煩 但畢竟好像還是開著自己組裝的車子比較有意思一點吧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這一台車其實沒那麼好開啊 糟糕 那當然有人在說什麼啊這個煙火啊或者是那個炸彈啊是不是也能夠複製一下的喔 呃 呃是可以複製啦可是 會出一些問題啦 所以我個人也不是說那麼喜歡複製那些東西喔 現在才早上幾點啦大哥 別這樣子 我忘了 我忘了把 我忘了把安全帶給弄上去欸我的天啊 呃沒關係這個只是測速 不對啊但 呃 他他知道我沒有把安全帶給拉上了 現在才早上幾點大哥拜託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而且我們自己的車上呢是可以裝那個時鐘的嘛所以 對於理解現在的時間來說是比較好的 那上一集好像已經有先把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我們要買的輪胎先把他送回去嘛但是其實我們可以先回家 把輪胎給先拿了走然後去把我們自己的車子先組裝起來讓我們的車至少可以先跑一下吧 那這邊的話我由於是剛睡醒我什麼都還沒有喝對不對所以 我們來接受一下他的這個 也沒關係來吧 等一下我現在如果按了右鍵的話不是會出問題嗎 我們還是來接受一下吧 酒精濃度測試 你放心 好不好 我絕對沒有這個酒精超標對不對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7000多塊錢大家看 7000多塊錢 我並沒有 我並沒有酒精超標好不好大哥 我 我喝了 一小瓶啤酒之後 就睡了個覺你根本分明是在找偶茶的你這個家伙真的是 分明是在找偶麻煩當然他剛剛上面等一下我剛剛上面其實應該轉成英文來看的喔 他有沒有可能是因為 我沒有把我的安全帶給拉上的關係啊所以才會開我那張罰單的 但不管怎麼說 現在 我們應該都不太需要管這些東西對吧 什麼罰單什麼的 畢竟我現在已經是 一個在牢獄之中的人了 所以好像不太需要去管這些東西吧 等等等等 還是從他旁邊繞過去吧以免他 一個不小心撞到他還是幹嘛的他又要找我麻煩了 這個心情感覺真的是有點有點不太好啊 這個這個袋子怎麼已經 哈哈哈 不愧是魔豬裡的東西 魔豬裡的東西總是會 出一大堆七七怪怪的狀況 我們先把他拉出來吧以免發生什麼樣奇怪的事情啊 現在我還是可以繼續丟酒瓶的吧我們稍微發洩一下情緒好了對不對 我們可以用酒瓶砸在他們的車上比起 我覺得比起用槍一槍把他們給幹掉這種感覺好像還好一點我覺得啦 所以 並不是很喜歡就是直接把槍舉起來 那這個東西啊其實也有提到說這個東西能不能裝尿 不行啦 這東西再怎麼說他也是 魔豬裡面的東西啊他不能裝尿的 哈哈 裝尿要幹嘛啦 搞不懂其實我之前私底下試過了所以所以對所以我知道他不行了 那沒關係我們就先放著吧 現在這個時間點的話呢老闆也還沒有開店嘛對不對我們先看一下好了 呃 對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東西呢 就是老闆會賣的子彈在這邊啦 然後我們等一下呢 繼續使用練材手段 然後我們來複製一下這個單據看看會發生什麼事情喔 在那之前我 呃 呃 欸這 這一個 好像 這好像不是裝在我車上的東西吧對不對 好像不是欸等一下 這邊有沒有裝在我車上的東西啊 有吧有吧這些東西不都是裝在我車上的東西嗎 事實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如果把身體伸進來然後丟酒瓶呢 我丟了進去嗎 酒瓶 酒瓶能丟進來 我能 好像好像還是沒有辦法丟進 欸有欸有丟進去 啊我覺得啦直接站在正門口這邊把身體伸進來比較容易瞄準 哈哈哈哈 對沒有錯我丟出來的東西都會從我的身體很右邊的地方然後丟啦所以說 他丟的位置都會比較偏一點這樣子 OK總而言之我們趁老闆不在的時候呢 多多的練才一下 哈哈哈哈 欸 欸 應該先把他給弄走了老闆 你不會鑽進來嗎 啊天啊 老闆好不容易要來上班了 沒關係沒關係我現在真的不知道欸那 那我存在 這裡面我剛剛已經丟了556塊錢在這裡面了那我離開遊戲再進來這556塊還會不會在啊我比較想知道這件事情 終於是保存遊戲離開再進來了 老闆 請問你開工了沒有 老闆已經走過來了老闆開工了556塊錢還在嗎 請問一下不見了啦我剛剛丟的那麼辛苦的老闆 我剛剛丟的那麼辛苦等你來盡我你居然給我撞上他們 離開遊戲再進來那些東西居然全部都已經沒了 好吧沒辦法我只好呢 只好呢 重新的在 喝過一瓶啤酒了 這個場景不論 不論什麼時候看看了多少次都是感覺很搞笑 這個老闆相當無奈的一直盯著我開 他現在應該是 恨不得想要把後面的這一台那個資源回收機給拆了 哈哈哈哈 所以上面是丟酒瓶的下面應該是丟那個整個啤酒箱的吧 我在拆啊只是現在真的沒有空的啤酒箱了 好的外面這個他們的已經這個啟動起來了相當的草 既然要複製他的話呢當然是越多錢是越好的吧 我們再丟一個進去就可以了OK 湊個整數對不對461塊錢的單據我們直接把他給弄出來 然後我看能不能直接複製他呢 複製 有了耶 有了我複製成功了耶等一下我先把他放在旁邊好了 所以這個呢我們暫時先放在這裡 哎呦哎呦掉下去了 這這這這東西其實說實在看起來超像名片的有沒有 這東西真的是什麼票據嗎 啊我不小心點到你就給我點啊我的天啊沒有關係 反正我剛剛在這邊練才他可能想要拿一點錢回去吧 一個不小心點到的這個他就把我99塊錢給算下去了 好首先是我們看一下能不能對 大家看我右鍵好像吐 哎 哎 所以我右鍵在吐東西的時候 噢 噢原來如此 這些東西是浮在空中的啊我 所以說這個模組裡面的東西果然就是會出一點小問題有沒有 這些東西呢我按右鍵一直把他吐出來的時候他其實是一直浮在空中的在這裡 浮在空中了 他完全不會射出去的感覺而且是 在我身體偏向非常右邊的地方所以我在這邊點右鍵出來呢 呃好像沒看到有什麼樣特別的反應喔但是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一些影子已經開始跑出來了沒有 所以說 來來來來來 老老闆老闆 老闆我這個回收獎金請給我一些好嗎 這個在他面前勒但是好像沒有任何的反應喔 難道我要低一點 有了果然有了 成功了 成功了我的錢一直在增加 果然 一直用票據的話 就可以了可是我面對的方向就要很奇怪了我能不能面對著老闆我想要 盯著他然後他給我錢的樣子 喔有 有有這樣就可以了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有票據一直出來然後呢 還可以一直盯著他看了 老闆無奈的頭轉過來面對著我 啊這小子 又來 又來把我的錢給騙走啦 有了 這下子 我們要多少錢 就都有多少錢了 好不好 這個感覺那個酒鬼的錢箱裡面呢 都不夠看啦 這個樣子的話 老闆多麼無奈 一臉 無奈的表情盯著我看 我已經 一瞬間 我這個已經來到10多萬了吧 對不對 才一瞬間而已 從錢箱裡面拿錢 對不對還要拿超久的 用這種方式 簡單迅速明瞭 我這樣看那如果我站起來 我站起來果然就不行了 因為可能名片太高是不行的 不是名片 那個票據太高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要稍微蹲一下 然後呢 這個票單呢要直接放在他的肚皮這邊 然後他才會接受這樣子 那現在既然賺錢這麼容易 對不對 像我現在已經莫名其妙來到了32萬 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心中最大的一個遺憾 就是我們有一個非常好的酒鬼朋友 因為呢我們把他的錢箱給拿走了 所以他現在進入了一個叫做追殺我的模式 當然在這個遊戲後期呢有添加到說 這個酒鬼是會搬家的 那他的 會搬到的家呢 其實就在這個附近而已喔 我在想如果說 我們如果說可以再讓他給回來 把他給叫回來的話啦 那我們就可以把我們這個 私釀的酒呢 繼續的賣給他了 不然我們現在自己 對不對 添加了我的這個 獨家黃金水的這個私釀酒 就沒人可以賣了 就很可惜這樣子 很想要再把他給弄出來 可是我感覺如果說要把他再弄出來的話 我得從頭開始這個遊戲才行喔 不曉得大家感覺如何 如果我從頭開始這個遊戲 其實也沒什麼差對不對 我的監獄天數會直接歸零 然後頂多就是車子重裝 但是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所以想要問一下大家的意見喔 就是 我如果說遊戲直接從頭開始的話呢 大家覺得怎麼樣 我是覺得還不錯吧 因為 因為畢竟遊戲一直在更新喔 然後很多東西就是 利用現在的存檔的話呢可能就會對他 後面更新的一些東西會產生一些問題 出來啦 我覺得說也許說 從頭開始一個新的遊戲是還蠻不錯的 我現在就50萬了不用不用再 不用再騙他的錢了最後這一張也送給他好了 就這樣子 好吧那我們就先買一些這個子彈吧 這個子彈就直接先通通都給他買了沒有關係喔 直接就先結帳了吧 對然後還有這一罐 也是莫名其妙的 不小心點到了 而且其實我把剛剛我付款 複製的那一張東西賣給 不是賣給他是給他之後 我現在也不能繼續複製剛剛那一個票據了耶 代表說原來的物件如果不見了的話啦 那我們就沒辦法再繼續複製 原來的那個東西的樣子 那現在呢是這個子彈的部分 我們可以來弄一下 我們就把 子彈像這樣子對不對 我們可以把他給抓起來 就是把他給抓到我們的這個所謂的隱藏物品來 裡面就像那個煙一樣 所以說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槍給舉起來啦 不然的話我們現在的槍呢是無法擊發的對不對 我們先把他給抓起來一下 然後呢裝備一下 現在他雖然有上堂但是呢 打不出任何東西出來 因為這個時候呢我們必須要按個R 沒錯這樣才是真正的上堂 這個呢對他的玻璃呢也是可以造成一些效果的 但是呢 他會超級不爽 當然其實對他開槍的話呢是不會造成任何傷害的喔 這個玻璃要兩千多塊錢 沒關係就給他吧 沒有關係喔 我們才剛才從他這邊呢 騙走了將近五十萬的錢嘛 那這邊能不能對我自己的這個 車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喔可以耶 但是擋風玻璃的部分呢 沒有什麼任何的改變喔 所以其實這個手槍他目前能夠影響到的範圍沒有那麼廣啦 那我們也就暫時的先把槍呢就先擺在一邊吧 這個酒鬼的新家好像就是在這個教堂在後面吧 那其實有點像汽車旅館的樣子啦 我在感覺 不過應該是一種 並排的別墅吧 湖邊別墅這樣子 並排的在這裡就是這個地方 那酒鬼 好像如果說一般按照正常流程的話 酒鬼會是正常出現在這個地方的 那這就是他的這個所謂的新家 我們把這個拉起來看一下 所以酒鬼的新家但是 其實 現在就算酒鬼沒有來這裡對不對 也是有一個模組可以讓我們利用這一個房間的 不然我們原本是進不來的 那現在我們可以把它打開 我們是可以偷偷進來的 那原本的這個是酒鬼他的家啦然後這邊呢 看到沒有 這個模組了 自動就把這個地方當成了我的家啦 所以在這裡呢就變成說我也可以利用這個地方喔也可以洗澡啊幹嘛的 所以其實 其實我也可以就像這樣子喔把這邊就直接聚為己用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而且這個地方呢 就直接是離這個商店又更近了然後 也是一樣功能齊全對不對也有冰箱冰箱能開嗎冰箱不能開 我把頭伸進來 對這冰箱完全就是沒有任何的東西喔 然後這邊就直接是一個 湖邊的別墅在這裡 所以其實我們把這裡給霸占下來也是好像也是蠻OK的 只是酒鬼朋友不在感覺就 還是有那麼一點遺憾在喔 不過呢說實在要幫 要把要讓酒鬼出現在這邊的話呢我們還要幫他搬家才行喔就是他家原本那邊的 家具我們要一個一個把他們給送過來 其實也是蠻累的一件事情 但是應該也是還蠻有趣的吧 或許 那我想呢我還是先去呢把我家的一些東西給搬到就是我的 我自己組裝的車那邊好了 然後看看我再一次把他給組裝起來看看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喔 因為 他其實只有某些 只有少部分的零件是這個 回歸到了原來的位置去了嘛 所以我應該只要隨隨便便稍微裝一下的樣子吧 他應該就可以正常的運作了 希望是如此囉 好所以我們這個呢除了缺了輪胎之外呢還有沒有缺其他的東西呢還是在稍微來確認一下 首先我們知道引擎裡面的某個零件是有缺的嘛但是 太好了這個原本裝著的東西都還在那看來就是只缺 輪胎吧然後還有就是一個引擎裡面的東西喔 所以我們應該是先回去拿點東西過來對還要再拿點東西過來 好所以還有這一個就是引擎裡面的東西嘛我已經暫時先把這個輪胎都先放上去了 那這個東西的話呢如果 我沒有記錯的話我是看那個模組作 呃不是啦這遊戲作者呢是有 等一下 遊戲作者呢是有說 因為這個東西 突然之間就被他給拔出來了 所以他是說呃 這個我們可以像現在呢就直接給他裝上去好像是OK的啦 好終於是找到了就是這裡 就是像這樣子 引擎不用拆直接把他裝上去就對了 然後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就只是把那個輪胎上面的這個給 輪胎的那個螺絲給鎖上去而已喔 工具都還在車上太好了 啊很久沒有來鎖這個東西了耶 好久沒有享受這個組裝的感覺了 所以說其實如果說要讓遊戲重來的話呢重新組裝一次我感覺好像也是蠻好的 所以而且也可以讓很多有很多東西就是他更新之後的東西呢完完整整的從頭來過 然後酒鬼也可以重新的出來反正我們現在 賺錢管道也都有了 好我們把所有東西呢終於都裝上去了喔對了我的擋風玻璃還是有點問題的喔不過先暫時不用管那些我們 我現在比較想知道的是我到底有沒有辦法 發動並且啟動他呢 好像完全 完全是沒有辦法的上次至少還可以啟動這一次呢是已經完全無法啟動了 因為電池大概出了問題了對 我上次不是還有辦法啟動的嗎怎麼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又不能啟動了因為電池不見了 我的電池到底 好吧好吧 好了那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我現在這個是最爛的電池嗎 那我後面買的電池剛剛好像是不是都跑到了商店老闆那邊去了 是的好像是的因為他遊戲呢 大概又做了跟電力方面有關的更新吧所以就變成 我的電池又再一次的不見了這樣子 結果我這個也是沒電的我的天啊 來我們來看一下果然沒有錯我的呢我的電池呢已經全部都回歸到老闆這邊 沒有錯 所以說 每次只要更新什麼 那東西就一定會跑回來莫名其妙 好把他給裝上去那 他很有可能也會擅自的讓我的這個電池裡面的電呢 沒有對不對 以前就發生了這樣子的狀況 果然沒有錯 我還得再跟老闆 重新買一個電池才有電的不然的話這個充電其實是充滿久的啦 所以啊為什麼 為什麼會用這麼神奇的手段來向他這個煉財呢 因為他其實也在使用各種手段來騙我們的錢有沒有 連這個電池他都不放過有沒有這個電池他也完全不放過 啊終於 這個應該是已經 全部正常了我已經聽到了 那個收音機啟動的聲音了太好了 他自動的就 我們把他關了吧 好那這下子 這個應該是可以完全正常 運作的吧再來就是我很好奇的是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個是可以用來放到咖啡咖啡杯的地方吧是不是 是不是我自己泡的咖啡可以放在這上面啊 也許是喔 YES YES 可是 好像有怪聲欸我的 我的引擎 壞掉了 我的引擎壞掉了為什麼 這是搞什麼 我的天啊 我的 我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啊這就是遊戲不斷更新 對遊戲本體帶來的傷害所以我想不管怎麼說 下一次的話呢我直接開始一個全新的遊戲好了好不好 哈哈哈哈 那麼開始一個全新的遊戲之後呢我相信一定可以讓一切都回歸正軌我們所有朋友都可以回來對不對包含這個小屋裡面的朋友也同樣是可以回來的 那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我的夏季汽車 感謝大家的收看 引擎 莫名其妙的壞掉了 我們下一回再見了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